海外抖音为什么要以巨镇的方式来做 这个话题今天我具体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 玩海外抖音其实玩的也是一种概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纵观国内的一些抖音发展史 你会发现 当你准备一个号去做事的话 做题材做类型的话 当做到一定份上 你这个账号是垂直的 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其他一些策略 比如说改类目 如果前期的话还稍微好点 你要说是改类目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到后期的话 你比如说你记得了几万粉丝 你再去改类目的话 其实改标签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反过来 海外抖音一直延续的是国内抖音这种打法 除了一些基本的注册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但不管是海外抖音小店 然后精选联盟 这些邀约达人 这些基本上都是套用国内抖音的方法 因为这种营销在国内是非常成熟了 所以说就直接搬到国外了 目前的话 Tiktok按照这种发展 其实是非常快的 按照这种节奏去做 很容易去打动这个市场 所以说当你做海外抖音的时候 如果你准备一个号 大家很多人也知道怎么注册海外抖音 就是拿邮箱嘛 我很少听说拿手机的 拿手机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是 当你的账号达到几万粉丝 甚至更高几十万上百万粉丝的时候 并且这种账号 你认为垂直度非常高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绑定手机号 如果不是说这种情况的话 很少有人去绑手机号 再专门去养一个这个手机 手机号 这没有太大必要的买流量什么的 因为海外抖音几十万上百万很多 没有办法变线的号很多 随随便便比如说起个号 几天一星期 起个千粉号万粉号万粉号 都是很容易的 所有的打法跟国内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国外现在也是在建立标签的过程 有些产品类目 其实你去图广告效果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彩妆类的 比如说是宠物类 这种你去打广告的话 找一些那种专业的人士去做 效果还是不错的 前提是你有功能链 或者说你比如说像我去年年初去做的时候 我们手机号比 我们这个账号比较多 我们玩的 我们测试的方法 玩的方法也就是给县城的团队工厂 他们外卖公司 他们建立好这个独立站 自建站 然后再做二级这个网站直接给我们 我们来给他直接引流就行了 然后正常当天引过去 做一个链接 我们拿抽 我们拿提成就可以了 这是在去年年初是 这种的话是比较凌乱的 但现在做这种话还是比较成熟的 有很多人 比如做外卖公司的 他们把这种 这种二级网站已经做的非常专业了 并且这个市场标准要比去年好很多很多 特别是小白现在来做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 找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去跟他们带流量 其实就可以了 没有想要入门的话 以这种方式做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你拿一个账号去引流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就是接地气的信息差 你拿一个号 包括每天都很多人发私信问我 我的账号凌波 我的账号这个 几时我的账号黑屏登不上等等 这些起步阶段的一些问题 在这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让你们去多准备号 就是你一个账号 如果你不按矩阵去做的话 你一个账号可能是30播放 50播放 1万播放 但是你 你仅仅为了说把环境塑造好 把这个账号养好 按照国内前期的 按照国内现阶段的打法 来做TTG前期的打法 这是不对等的 你应该按照 按照抖音前期的打法 放在TTG来做 这是明智的选择 10个账号 20个账号 又没有去限制你的作品 也没有去 很多有些音乐 也没有限制太多 所以说你同时10个号 20号 上百个号 甚至更多 你做出来的时候 流量一下子起来的时候 这种的话 你从这里边去筛选 好的账号 好的素材指的是 好的素材指的是 你做的是哪个雷蒙 比如说你做假发 比如说宠物 美妆等等 你五个号做美妆 五个号做宠物 总有能起来的一个号 从这里边你再去做一些选择 这是比较明智的 并且这种才是你应该 起步小白来做的事 甚至说工作室或者公司来这样去选择的 包括现在 包括现在我这块做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这个疫情疯了 但是这个随身也会带着很多手机来去做这个测试 你只有很多号同时去做测试的时候 你才才会分析邮箱的问题 网络的问题 这个题材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等等一些小的细节 很多人拿一个号让我去给他分析 说实在话 你这个你不够耽误时间的 分析到最后 也没太大意义 很多人跟聊了聊了 自己都没有兴趣 因为说的东西你自己是要去实践的 你拿一个号去实践 我说的实在话 你还不如不玩这个东西 你玩这个意义何在 对吧 你想快速在这上面去分析 你到底能不能挣到钱 你就要拿号去试 哪怕你一台手机放两三个号 也要去试 包括我现在很多手机 我也是一台放两三个号去试的 照样有能量 这个你怎么去封 只是近段时间 我一直在解决这个 这几天因为开会比较特殊 近期我一直在想办法 解救我之前那些 这个网络的这个IP 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 一直没有谈到这个 这个话题 不管你从任何渠道 去了解 哪怕是这个 抖音上很多人去聊这个话题 大家还是 这个初衷是建议你 一定要多见号的 即使你 比如说你跟的谁学的很不错 但是人家还是想让你多起点号 因为这个都交给你的东西 Tout 起步是有门槛的 并且门槛要比以前要高 从年初的六点多汇率到现在七点多 你付出的代价还是有的 你如果不前期多准备点东西 你怎么测试 对不对 你花 可能花几千 甚至更高的价钱去 学完之后 你不拿东西去试 你会反过来又说 哎 这个东西不行什么的 你 这是起步 标准 大家能理解吧 标准这个东西 你如果就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 那我建议是放弃这个事情 踢到个起步的门槛 这边我跟很多就是我 之前就是找我聊天的一些 这个企业或者说工作室 给他们建议是多 背号 还有一些特别小白 你最起码不准备个两三台手机吗 我一般给他们说最少三台 三台你配九个号 对不对 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可能你就能找到感觉 如果你一台手机 你天天摸来摸去摸来摸去 纠结热纠结那的 那还不如去干点其他的事 不够浪费时间的 因为你拿一个号研究踢到高 还不如拿一个号来研究抖音 现实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给大家聊这个矩阵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多准备号 不管你到哪个层次 多准号 你要背着 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也不是说有什么话术台词什么的 都是聊一个话题 我随手就聊了 随口就聊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就是经历过的 都在脑子里刻着 突然出现什么情况 聊到这块 我大概知道 怎么回事 我还没有刻意去写什么课程 什么的这些东西 很多人找我去写这个课程 我说到后期吧 我会把这个底层的东西讲一下 然后找一个不错的机构去跟他们合作 因为很多人找我去让他们写这些课程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我必须把它说得很明白 然后你们去理解的时候 你们才能迈进这个门 很多人是还没学呢就直接撤了 因为起步你都不管你跟任何机构 任何就是做时间长到这个大神去聊天 所有东西你都必须多准备 要么你快速进入 要么你快速离开 把基础准备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矩阵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支持县队的来做的 不管你是东南亚小店 英国小店 以及以后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小店 哪怕是你做娱乐的 没有矩阵你什么都搞不了 不管你用什么服务器 服务器我用过上百个了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的东西就是 我很清楚 不管是飞机场网络 或者是专线 盒子等等这些 但是我都知道 不同的环境怎么去配合 这个矩阵去做 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真实现状 所以说希望大家把这个 目前现代表的能玩矩阵的话 一定要做到位 特别是小白起步的时候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测试